Hello,大家好,我是小菲菲 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 咱们黑棱江地习原煤的价格是在持续上涨 随着原煤价格的持续上涨 在农村平房区乱的一块来说 成为农民的一大难题 然后今天我来到好朋友的行煤锅炉厂来了 然后他家锅炉厂听说今年研发了几款 既节能又环保的节能锅炉 然后接下来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咱们大家看一下 我身后的工人正在加工车间 正在一道一道工序的制作节能的锅炉 我带大家到成品的加工车间 咱们看一下的 为啥先带你们大家看这款锅炉 因为这款锅炉就是我家曾经买的用过的 它属于居民经济适用型的 然后先带大家看一看 这个锅炉它的外观和它的构造是啥样的 这个上面那个属于就是像铁类似的 对 它这个就是厚不香 因为它断暖气增加的 这款炉子现在已经更新了第五代产品了 就是这个炉子它是行煤散煤包米羊的木头棒的 即便一体都会烧 省热 而且它这个就是这个安全系都设了三层保险 这个是设有安全房 这个安全房呢 就是它是一种硅胶的片 然后那个上上一旦你违规了 或者你家里人不在家 一旦冻了的话烧的时候 不知道它是冻了 它就会自动保护 喝了之后 很有危险 不光节能而且还带那个安全系统技术特别高 是我锅炉也是这些年它这个都更新到第五代产品了 就在原有的基础上更省更热 但是一炉多能化 行煤它这个也能烧 散煤也能烧 生日锅炉这个圆木框 那就是我记得我家买的锅炉的时候 说这个锅炉当时为啥选择的这款呢 他说可以二十人少 二十人少已经达到三次燃烧 三次燃烧 对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第一次燃烧呢是煤炭的热质 第二次呢就是在这个上面这个 这个中间这个有个气泡这个燃烧 这个第二次是把烟的气体燃烧 第三次呢是在后厢那个就是把鱼热回收来了 就是说能达到三次燃烧 所以过来充分燃烧 海岸温度非常的低 更省更热 更省煤了 然后热量上来了 像这个就是 他的过路应该也是多大 炉的带多大平房 这个就是最小的是在家里房子 六十平房 一直到三百 不得了 这个主要是他不占力 只要是现在怎么说呢 因为生活已经干了二十年的企业了 还有用到十年到现在还没换进来 就属于老品牌的咱家 我这里是自己就是受用了 然后又受益了 觉得用的好 经得起考验 像这个过路就是居家呀 一般经济试用行的呗 对 家里的现在 但是现在吧 家庭还有好多 《圣火过路》最近这几年 也推出了好多的型号和品种 你想想问一会儿我领您看一眼 锅胎烧 现在煤也贵 就是锅胎烧 你家里都有点光米糊子 木头饭 柴草的 它直接就是边带供卵 它可以吃饭 可以没两用 这个是用这个不锈钢 不锈钢 因为用的年头更久 卖腐蚀嘛 就是说基本就是特别全 我听那个就是那个 老弟说的 说咱家今年新研发的几款 就是更节能的 然后更环保的过路 带他们大家去看一下 好吧 咱去瞅一下 咱接下来看一看这个 这个叫郭台勺 也是今年新研发出来的 据说这个在市场上口碑特别好 而且也是属于那种经济试用型的 咱让专业人士给他介绍一下了 看看郭台勺 到底有什么他的优势 咱先看看它的外观 这旁边应该钻串都是铁的 是不是 这个是钢的 不锈钢的 钢的这个是 它这个不锈钢 就是耐腐蚀 用的年头更多更久 这个现在没涨价 这几年 这二年 煤特别贵 那就是比较适合用什么呢 就是农村有这么个大壳台 直接就是柴煤两用 木头 柴草 都可以 你就是说柴草 如果今天不及时 你也可以用个烧点煤 往那带暖气 它这个就是水量特别大 你看一下 这个这是说的 放在底下割煤就可以了 这个特别实用 那你像说 特别适合农村用 烧材的话 把财户应该放在哪儿 就从这个 这个卤壁的 因为这是绑上的 可以这样去 直接从这里头就进去了 然后这里都是水 这都是管 都是铁钢的 这个特别的 扛用美的意思 就是有耐用的 不就钢 本来就扛用 这个是咱家今天 这些研发出来对吧 这个已经这几年 也就是 这已经三年了 今年就是 最近这两年走得挺快 因为现在比较适合农村 就是 柴草什么的都可以 这么省了 更省更热 原先你那时候煤不贵 没贬 现在没贵 所以不少煤 那还有就是像这种 家里边居家用的 像针对这个 普通农民老百姓家用的 经济十六年款 还有一款就是懒汉炉 懒汉炉 以后领您看一眼 走吧咱们去瞅一眼 行咱去看一眼 咱们再过来看看这款 据刚才大姐介绍 说这个是市场消耗量 就是非常好的一款 目前为止 就剩大库里边摆放的这几台了 卖得非常的好 这个叫懒汉炉 对 这个叫懒汉炉 这个有个啥好处呢 就是懒汉炉 顾名思义 他这个就是一冬天就点一次火 一天加一只两次料就可以 你就该玩玩 该打麻将打麻将 该创门创门 他就是都改家就特别使用 那不怕灭吗 然后他不能做饭 不怕灭吗 没事 他就是说带储媒仓 一次储 然后他就慢慢在找 搁温度控制 你像我这个方丸 我直接给他控制上 我让他大火 别让他小火 这个就可以 然后你这样的事 回家屋里不害是热乎吗 就是可以 控制温度 现在市场需求特别多 去年我们基本是这一边都是 然后现在就剩这两三台了 还是开车生产 卖得非常好的这款 就是市场需求量非常大的一款 咱们看看 今天到这个咕噜厂来了 就是咕噜的生产基地 这个咕噜简直太多了 然后还有听刚才大姐介绍的 说的这种是被电脑设计的 然后咱再看一看这个 这个是适用啥样的 居家办公 或者是房子稍微面积大一点的 然后都可以用这款 咱再看看这款 天哪 这简直太多了 看得眼花缭乱的 是一款就是束控的锅炉 但是咱们这个比较先进 通过一个微电脑盘控制 所有的就是一键启动 你可以说的你把它温度控了 达到温度自动停止 温度不够的时候会自动启动 再一个它现在要求环保 要求环保 像我这个就是九回肠 我这个锅炉就是说水量也大 你看这个就看出来了 水量大 九回肠 达到九回肠三次燃烧 你就是通过这一个锅炉 你要是说的家里头有爆米菇的 然后还有 就现在压生物质压块 你就直接一次性储备仓填上 你这一天可能就下一次 这两次 也不用一个劲往里边架 省的架里没人 然后屋子里边平方还冷的 这个难题 对 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对 而且在一个它现在要求环保 你就也可以烧生物质压块 那个属于就是像结杆的是不是 对 压出那种小结杆的 对 它就基本这一台炉的 就是环保和节能就都做到了 一级两个了 你像这种的话 它基本上能带多大面积的 它这个面积 就是从家里房子稍稍大一点的 我建议就选这款 基本就是最大的就是上万平方 最小的是一一二百平方 都可以用这种输控的 对 那这款机器好 这都是最近刚新上市的机器 这个已经在市场了 所以三两年就特别受欢迎 基本他们都是一般的 就是加根条都喜欢买这款 大一点 然后都喜欢买这个 你像刚才就是说 咱们看的这几款机器 都是刚上市两到三年了 然后市场口碑 老百姓口碑都非常好的机器 对 经济实用型的 对 那咱们就是我看那边 它还有挺大的这种 这种大型是 这个大吨位的 我带您看一眼 这个现在就是大厂房 那么的 我家现在不要求环保 要求环保 现在就是它有好多客户 可能也都看见朋友 亲手用这款锅炉 这款锅炉现在是在锅炉行业中 是最前卫最先进的一款 这个炉的就是通过微电脑盘 基本是一键启动机 几乎是所有的电器都用电脑盘控制 最主要一点 它这个炉的是环保和技能 怎么个环保 就是第一 我烧的所有的颜料 就是能破胶 就是你现在生物质锅炉 所有的什么芥杆 木质 你泡米盖子 稻壳的压的 它都能烧 第二点就是 它节能 怎么节能 它能达到三次烟烧 360度旋转收入 活走管里 管里装的是火 不是水 可以循环是吗 360度旋转 送人那儿特别广了 然后你这个炉的就是说 你看我这个炉牌都不一样 它是拨浪起伏 搅动助岩 你看一眼 你看这种炉牌 它这个炉牌 它是球膜助体 耐热耐钢的 就是直接就是 料下到里边 就是它如果要结交 它是拨浪起伏 搅动助岩 一动一动的 就是说给破了之后 能充分的延烧 就达到最少最热 姐那你说 其实像这种大型的 这种锅炉的话 它适用于什么样的 这种的个人家用的话 就有点大的吧 这款不适合个人家用 它是适合一个小区供暖 厂房 所有的起事业单位 就是只要是大点的房 我特别适合它 现在要求环保 这款锅炉 现在是最实用 最经济的 已经在这几年 有好多客户用 用之后 我们每个都有回房 接下来 我要带大家看一款 就是专门烧行煤的锅炉 现在像在我们东北的农村这边 有的居民家 嫌原煤价格高 然后都现在买行煤 刚才咱看的那几款 居家民用的那种锅炉 都是一炉多用的 可以烧煤 然后烧行煤 还可以烧一米结杆啥的 像东北这边 种地比较多 然后咱去看一看 看一下这款 这个就是 行煤锅炉 这个炉的市场 这已经是10年左右了 就是深受大火喜爱 那么在现在客户反应 就是我们也就是总在回房 用的特别好 最近这几年就是更好 因为它就是温度平稳 就是天上一天 它屋里像柱楼一样的 很稳的 然后这个现在已经是升级到 这应该算是第五代产品了 就是它这个第一原有的 是这个地方是那么摇着往里进煤 现在呢就是通过现在这个呢 就是这样 它这个会这种 像传手带似的 对 而且它这个寿命与锅炉寿命同等 不愿意坏 再因为我这个 你们看见了 我这个鲁排 鲁排和别的都不一样 这个呢就是它煤 放在这个上面 你看呀你就知道 它是有氧燃烧 燃烧的特别充分 就是煤没有黑灰 这样呢就烧得更透更深 去年也应该生产好多台 然后就剩了最几台了 今年就又生产一些半成品 过来看一下 这现在这东西是越研发越先进了 技术越好 它是不断更新换代 像这种东西 这个锅炉刚才咱也看了一圈 我看包括那边有这个生产的工人车间 它都是一道一道工序 是一个很繁琐的一个 它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流水线生产 对 想制作一台这个精品的好一点的锅炉 既节能又环保真是20年了 有研发团队 对 专精特新产品 刚才我带这个 在这个锅炉厂的厂房 带大家简单看了一圈 它这个锅炉 今年新研发的主要就是三次燃烧 然后节能环保 现在面临着黑龙酱及其煤下持续上涨了 就是对于居民来说的话 这个煤供暖成了这个老百姓一大难题 这个锅炉厂的老总 他今年新研发的这个锅炉 然后主要就是环保节能 然后也解决了咱们取暖的一大难题 大家有想了解这个关于节能环保锅炉的问题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 然后评论留言 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先到这了 喜欢我的呢 记得关注我啊 咱们下期再见